新一代70座级涡奖支线飞机新舟700 近日全面转入生产试制与验证阶段 首架机将于今年9月总装下线 并开展首飞准备工作 力争在年底前实现首飞目标 中国自主研发的新舟700最大速度 可达637千米每时 适合高温 高原 短跑道机场和翻山越岭 复杂航线等运营环境